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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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在新疆境内应该说符合这些条件的地方还真不多 新疆的地形大家都知道 它的特点是三山加两盆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因素 导致了这里60%是沙漠戈壁 40%是高原雪峰 不过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 在天山山脉的腹地有这么一片辽阔的草原 名叫巴音布鲁克草原 据说每年从春天到秋天 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天鹅栖息息于此 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圣景当中出现的那个地方呢 记者决定邀请科普专家李一组和我们一起去探访这个奇妙的地方 设置组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径县出发 一路向西行驶 巴音布鲁克草原海拔接近三千米 这里冬季漫长 气候寒冷 年均气温只有15摄氏度 每年结冰期长达半年 这样寒冷的区域真的会是天鹅的气息地吗 在美丽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设置组登上一座瞭望塔 积木远眺 大小不一的水蛙星星点点 在阳光下熠熠熟灰 这一片地域辽阔的湿地是怎么形成的呢 原来巴音布鲁克草原位于南北天山所形成的夹角当中 春夏季节受来自西部的大西洋暖湿气流影响 这一带高山冰雪融化 大量流水汇集到山间滴地 而到了秋冬季 来自西北的冷空气受到天山的阻挡 无法进入这片盆地 因此在盆地当中 土壤层含水丰富 却不会形成冻土 天长日久 便孕育出了这一大片水草丰美的湿地 说起这片高原湿地的行程 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 您看啊 流津草原的开都河一路东行 可是这里呢 有几道南北向的构造带 阻挡了开都河东流 当地老百姓把这里称作关门山 有了这几道山的阻挡 这个开都河的流速就变缓了 大量的冰川溶水被聚在草原腹地 这就成为了草原湿地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在这寒冷的高山草原之上啊 沙漠渗井里出现的湖水绿洲竟然都有了 真是令人称奇啊 可是这片高冷的湿地里会有天鹅吗 老陈我还真是有点不太相信 摄制组继续向湿地伸出进发 不一会儿一些水鸟出现在大家面前 对 这走两个 这正是天鹅 只见它们把长长的脖子伸到了水中 整个身体倒变了起来 摄制组利用水下摄像装置 仔细观察 原来水下有大量的草精和草根 天鹅们正在进食 专家告诉记者 这片湿地中草种相对单一 基本都是这种被称作核草的水草 这里的核草生长气长 耐低温 由于天上的雪水含有大量养分 使核草营养丰富 足以维持天鹅生存 交配产卵孵化和抚育幼鸟所需的全部能量 摄制组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水鸟 在这片郁郁葱葱的高原湿地当中 美丽的天鹅安详宁静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 还真以为是摇池仙境呢 但是遗憾的是 在这里摄制组最终也没能找到那片 五彩的沙滩 看来这里应该还不是沙漠圣境当中的奇幻之地 摄制组和专家一商量 要不咱们就从五彩沙滩入手看看 新疆有没有这么一处五彩之地呢 还真有 在新疆的东段 在哈密地区的北部 你看有这么一大片的戈壁滩 沙石遍地 就在这戈壁滩的中心位置 有这么一片绿洲 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 叫闹毛湖 据说这一片戈壁上 铺满了数不清的彩色宝石 远远这么一看 犹如一片精灵的五彩滩 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圣井当中出现的那个彩色的沙滩呢 新疆西北边险上的明珠 三山地利两横起握 深入隔壁走进日洲 探寻深藏其中的地理迷团 特别节目 新疆好电话 迪迪中国 正在播出 位于哈密闹毛湖附近的这片戈壁滩 占地约二十多平方千米 广袤无边的大地一片灰白 谷地布满了因严重缺水而出现的裂纹 李一族考察后发现 这里曾是一条骨河床 因为气候逐渐干旱 河流消失 沉积在河床底部的泥沙裸露出来 在极度干燥的自然条件下结成块 并出现均裂 那么传说中的宝石滩 是否就隐藏在这条骨河床中呢 这时 摄制族看到有一些人似乎正在寻找什么 向导说 他们正在寻找的是一种神奇的葡萄干马脑 因为葡萄干马脑颗粒很小 会砸在石头土块中很不容易找到 大家看啊 我现在手里拿了一把新疆的葡萄干 不过这里也有新疆戈壁滩上的葡萄干马脑 您能分得出来吗 反正这么看呢 我是分不出来 这就得捏一捏 或者咬一咬 你比如这个 这软的 甜的 这就是葡萄干 再拿起一个这一样 您都听见响了 这够硬的 这就是葡萄干马脑 您看啊 它跟这葡萄干没有太大区别 颗粒不大 形状滚圆 表面不像其他的马脑那样光滑 就这些葡萄干马脑散落在戈壁滩的碎石当中的时候 在阳光的照耀下 它就能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在新疆大家都知道 戈壁滩不计其数 为什么只有闹毛湖西北侧的这一小片戈壁上会有这么多神奇的马脑呢 考察队发现在马脑滩的四周分布着一些黑色的小山丘 它们看上去并没有连在一起 而是有一定间隔的矗立在隔壁滩上 显得支离破碎 李一组推测 这是几亿年前在海底形成的火山岩 后来经过地壳运动露出地表 仔细观察 在一些火山岩的表面 分布着一个个圆圆的小孔 这些孔的大小和形状 似乎和先前看到的葡萄干马脑非常接近 原来一万年前 那茅湖周边的地壳下 曾经爆发过火山运动 岩浆在上升过程中 所含的气体部分挥发 留下了一些气孔 岩浆中的二氧化硅流入气孔中 逐渐冷却结晶 形成马脑 当二氧化硅中携带不同成分的微量元素离子时 马脑就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一般的马脑表面都比较光滑 而葡萄干马脑为什么皱皱巴巴呢 李一族说 这正是因为闹毛湖周围是广阔的戈壁滩 气候极度干燥 就像新鲜的水果放置在干燥环境中 表皮会泼水干瘪一样 原本十分光滑的马脑 在戈壁滩上经历过强烈的阳光曝晒 岩石中少量的水分蒸发殆尽 表皮逐渐萎缩 最终呈现酷似葡萄干的形态特征 湖泊绿洲天鹅玛脑 随着摄制组的寻访 这些出现在盛景中的奇妙景象 被一一的发现 这片荒漠戈壁 还真不是印象当中的那种景色 枯燥单一的砂石空间 而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奇幻的世界 只是有一样 这些元素并不都在一处 那么集这些要素于一身的地方 究竟存不存在呢 就在摄制组纠结迟疑的时候 向导的一句话 让大家立即振作了起来 他说在新疆西北部 格尔齐斯河流过的地方 听说有这么一片五彩滩 因为那个地方偏远去过的人也不多 究竟是什么样子 向导也说不上来 那么大家就想了 这个传说中的五彩滩 会不会就是摄制组要寻找的那个地方呢 大河向东流 这是人们对我国版图上 江河水系最形象的一句描述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 大部分河流都是自西向东 注入太平洋 然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却有一条大河 它先是自东向西流淌 后来又自南向北一泻千里 最终会入北冰洋 它就是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的 俄尔齐斯河 浩浩荡荡的俄尔齐斯河 是新疆境内第二大河流 它流过的地方 不仅造就了许多风景迷人的绿洲 也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传说 关于俄尔齐斯河的传说有很多 最神奇的当属西游记的第二十一回 这一回说的是师徒四人来到女儿国 天日可不可 见眼前有一条大河 八戒孝敬师傅就咬了一碗河水 让师父解渴 渴万万没想到 这是一条子母河 唐僧和八戒喝了河里的水之后 竟然都受孕了 由此引出了这么一场风波 有人考证 这个西游记里的子母河 就是俄尔齐斯河上游的可可托海 它自古就有一个别称叫宋子河 直到今天附近的农牧民还用河里的水 饲养鸡 鸭 鹅 鹅 据说 和这里的水加勤的产弹量都高很多 当然要考证俄尔齐斯河究竟和这个 女儿国的子母河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还需要大量的证据 老陈在这儿也不敢妄下结论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和五彩滩有关 相传在新疆西北部的戈壁深处 有这么一片寸草不生的山丘 可是它却有着五彩斑斓的颜色 犹如锦断铺地绚烂夺目 据说它就是在俄尔齐斯河的岸边 这传说中的彩色戈壁 会不会是我们摄制组要找的五彩滩呢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 阿尔泰山脉西南路 有一个叫波尔金的边陲小城 蜿蜒齐区的波尔金河 在这里汇入俄尔齐斯河 传说中的五彩滩 就位于波尔金城外的戈壁深处 辽阔的波尔金草原 是我国西部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 这里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哈萨克族 在牧民的指点下 车辆向戈壁深处继续行驶 黄昏时分 摄制组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五彩滩 西洋写照 鲜艳的红色 纯洁的白色 还有浓淡不一的黄色 褶石等十几种颜色 铺存在大约五平方千米的山丘上 色彩斑斓 气势灰弘 站在高处眺望对岸 郁郁葱葱的绿洲上 生长着高大的杨树 中间缓缓流淌的正是俄尔齐斯河 连接俄尔齐斯河两岸的 是一座长长的吊桥 当地人称作阿克土别克钢索桥 这是哈萨克牧民为了赶阳过河而修建的 一波荡漾的河水 将彩色的沙滩与青翠河谷分割开来 遥相回应 研制出如梦如幻的绝世奇景 大河绿洲彩色的沙丘 这不正是沙漠慎景当中出现的景致吗 虽然没有见到水鸟 不过这可能是季节的缘故 实际上啊 每年的四月底 月东的鸟群就陆续北迁 在俄尔齐斯河流域啊 到处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包括打雁那天鹅在内的几百种候鸟 熄熄在河岸绿洲 宛如白色的浪潮景色微微壮观 看来啊这里也许就是圣景当中出现的那处美丽的地方 你看走了大半个新疆 谜底似乎就在眼前 可是摄制组却不想就此离开 他们被这神奇的景色深深的吸引了 这彩色的沙丘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河两岸的奇景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新疆大学的伊玛穆教授来到五彩滩 经过现场勘察 专家推测 这里的彩色地貌很可能和铁离子有所关联 铁是常见的一种化学元素 当它和外界发生化学反应以后 会形成红色和黄色色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 摄制组联系了布尔金县高级中学的化学老师 唐彩虹来进行实验 结果显示 在五彩滩的土壤样本中 含有铁 蒙 铝 铅 硅等元素 其中含量最高的就是铁 它以二架铁和三架铁的不同形态 存在于五彩滩土壤中 颜色浅一点的 说明氧化亚铁含量高 就会变成黄色 颜色深一些的就是三氧化二铁为主的红色 更深的则是含有四氧化三铁 那就是蔗石色 而以蒙元素为主的土壤 则呈现出灰色和白色 看来五彩滩的色彩之谜 一是因为它们含有不同的化学元素 二是和其中铁元素的含量多少有关 原来五彩滩的奥秘和其中所含的金属元素有关 可是如此多样的金属元素是从哪来的呢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金属元素聚集到了这片河岸丘陵之上的呢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 以马木教授对一处断裂坍塌遗迹产生了兴趣 这是一处由页岩泥岩构成的沉积岩 他说沉积岩的出现 意味着五彩滩在九元年代曾经是一片汪洋 原来在大约一亿多年前的百恶纪时代 新疆大部分地区还是淡水湖泊 湖水携带着泥质土壤 沙粒 石英等各种矿物在湖底沉积 正是由于湖水搬运的物质不一样 导致五彩滩拥有了复杂多样的金属元素 后来五彩滩所在的地方经过多次大的地壳变动 湖底沉积层抬升以后被挤压发生褶皱 又经过长期的风化波时和氧化作用 最终演绎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色彩斑斓的奇特景观 原来这荒芜干燥的五彩滩 在地质历史上竟然是一个水乡泽国 这反差可真是不小啊 虽然这都是一亿多年以前的事了 可是地球却以它特有的方式 比如说色彩为这一地质时期留下了特殊的符号 不仅是这片五彩滩 历史记载啊 在亿万年前新疆的古地理环境并不是如今的戈壁沙漠 相反大部分地区都是绿洲湿地 也许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古湖泊 湖泊呀 它能够敏感的记录着气候与环境变化过程的信息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较少的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 环境的演化变迁忠实的反映了纯自然的过程 因此继南北极之后 新疆正成为了研究全球地理环境变化的新的热点 或许这些戈壁也不是永恒的 随着时间变化 气候与环境在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当中变化 也许在数亿年之后 我们脚下的这片荒漠戈壁还会变成一片绿洲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再会 不明的尸骸 总之它给人的印象是恐怖而神秘 话说不久前 有这么一群户外探险爱好者 在新疆穿越一片戈壁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件怪事 当时啊 中午已过 大家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抬头这么一看啊 远处正好有一条大河 河边的绿洲上啊 水鸟兮兮 不远处的沙滩五颜六色 宛如仙境 这一行人正人困马乏呢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呢 可是又一想不对啊 这一路走来都是茫茫戈壁 要是有大河怎么早没看见呢 再说大家出发前都做了功课了 宽约二十千米这个范围内 不过这个海市渗楼啊 甭管它折射出什么 是江啊河啊湖啊海啊还是绿洲驼队 楼宇殿堂 它可都是有原型的 也就是说它折射出的这个景象都是真实存在的 换句话说啊 探险队员们当时见到的大河水鸟彩色沙滩还有绿洲 这些景象啊虽然不在此地 但它一定在某个地方 您看这事啊挺令人好奇的是不是 又是绿洲又是天鹅的 这也不像是戈壁沙漠里能见到的这个景观呢 他们既然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场景 那么这个这路途上根本就没有河呀 难道是大火中暑啊 出现幻觉了 可是这也不会啊 一行七八个人 大家看的都是真真切切 这景象分明就在前方了 哦对了 有人一拍大腿我明白了 咱们这是遇上难得一见的沙漠甚景了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地貌气候条件 每年五至十月 在新疆善善南部沙漠中 常会发生湖水现沙丘 荒漠起高楼的海市渗楼景象 经过长期观察和精心设计 2013年6月 一段沙漠甚景的雨被我们记录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陈 提起这个戈壁沙漠呀 您能想到什么呢 荒芜人烟 高温干旱缺水 偶尔还能见到 上午十点 原本是干燥炙热 荒漠戈壁的闪闪沙漠 在一些区域开始出现一个个的小水洼 并在随后一个小时 迅速形成一大片波光淋淋的水域 工作人员事先在有可能出现海市渗楼的区域 放置了骆驼 汽车 标志旗等物体 远远望去 它们的倒影清晰可见 随着气温升高 下午两点左右 沙漠海市渗楼景象达到了最大面积 到傍晚六点左右 渗景开始逐渐消退 这一段海市渗楼就发生在 位于新疆善善沙漠至火焰山的余脉之间 长约四十千里